本经光明辨照平月 欲死光泽 勾灭善神 神意柔软 若在三途极苦之处 见此光明皆得休息 命中皆得泄土 世界莫不安乐慈心作善之意 《光明编照平》里面这段话 显示 佛光照出 所得到的功德利益 欲死光 我们每个人 昼夜没有间断 都在佛光之中 那 勾灭善神 狗是烦恼 吸气 我们的狗有没有灭 没灭 为什么没灭 我们迷得太深了 那经上所说的 我们也略知 一二 由这个概念 实际上呢 没做到 我们的 妄想 分别 分别 止住 很严重 不肯放下 这是自己 做主的 可是我们都知道 如果不放下 来生后事 依然是六道轮回 这一桩事情 很可怕 我们这一次 有约 的人生 遇到的呢 是乱世 不是太平 甚世 遇到乱世 我们也不必 悲观 真正修行人 他认为这是好死 为什么 太平 甚世 人对世间有六年 舍不得离开 乱世容易 乱世 我们苦受的太多了 不想在这个世间 容易生起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 跟往生净土就相应 所以 顺心逆境 善于我云 对人 是平等的 有人 在这个缘分里面 超越了 超越了 是好死 我们看 来佛寺的三身 还欠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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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以及 贤工的母亲 他们一身所遭遇的 我能体会 为什么 八年抗战 我记忆有心 亲身经历 已经很懂事了 看到战争 残不忍睹的居民 小小年纪 就逃难了 距离前线 最近的时候 枪声都听到 听得很清楚 那在前线 我们向后方跑 身上也无所有 只是一套换洗衣服 一个小辈子 三斤重 卷一个小包袱 背在身上 其他 也无所有 比乞丐还可怜呢 好在那个时候的社会 人还有同情性 有怜悯性 我们得到的 没到一个地方 当地居民 看到我们逃难可怜 都热心照顾 现在没有了 现在靠慈善救济机构 在当时 没有慈善救济机构 但是 人人都有善心 都有怜悯心 知道苦啊 一生从苦难当中来 没有过过 没有过过好日子 这个对于 明白净土之后 往生的愿 就很亲切 认定了 这一生 非往生不苦 要不往生 苦难的日子 无法解脱 阿 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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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